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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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你好! 今天我想介绍北海道2024年2月4日至2月11日 在杂坊的写制。 我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个写制。 这个会场其实是沿着大通公园的一条路, 分布了很多个会场。 它有大雪像有五座, 好像很大个, 分别在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和十丁六, 即是它会场分开几丁六, 有大型的雪像在这几个那里。 它另外有很多小的雪像和中型的雪像。 稍后你慢慢看影片, 你会欣赏到。 大的有五个, 中型的有十五个, 而小型的有103个, 所以总数有123座。 这个雪像和中型的雪像。 它附近, 今次在杂坊也有冰雕。 我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雪像。 在沿着会场, 最后你可能会看到大通的塔, 即是公园的塔。 接着塔里, 有一个叫冰湖体验, 即是冰湖加年华, 即是玩去冰湖。 那里属于第一个丁目。 第二个丁目, 会有一些藝術的展品, 好像波波, 有些像草坚尼生的那个。 它就会给一个名字, 叫做《飞艇管弦乐团》。 它会播出一些音乐。 这个大型的展品, 就是澳洲艺术与科技工作室, 叫《殷斯》所创作的一个大型的作品。 宽是15尺, 高是6尺。 就有很多人, 不断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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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这个就是第二兵目。 第三兵目, 就是这个叫《Citizen Square》。 即是这个叫《市民广场》。 第三兵目。 它被一些人投票。 去年第一名, 就是那个猫巴士的微笑。 今年我都没有找到它的结果, 是谁得底的。 不过我就拍了照片, 拍了片, 一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第三兵目。 就是由市民去组成的。 就砌一些公仔, 砌一些雪像, 很有趣。 而第四兵目, 那里就是有一个大雪像, 就叫《民族共生象征空间》。 叫《黄金神威》。 那里就是电视动画《黄金神威》的主角。 而第五兵目, 就是他们的赛马。 即集房竞马场。 就是做的这个, 就是属于大型。 去到第六兵目, 就是第六个展场。 其实你沿着路直走就会看到。 就是一些叫做艺术广场。 就是有几座艺术品, 就是代表不同的东西。 然后去到第七兵目, 又是一个大型。 这个大型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新天鹅堡。 就是做到好像一个城堡。 也都象征这个, 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冰雪节。 而第八兵目, 就是这个, 是一个旧的宅房的停车场。 就是这个雪像的公仔。 我们初头看来, 以为是一家屋, 原来我看回他那本书, 才知道这个是旧的法房的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 其实就是建成在1908年。 就是真实那个, 不是这个雪雕。 而第九个丁目, 就是又是来一个市民广场。 而这个雪像就是做回一个 集房市的玄山动物园, 就是迎来一个小生命, 有一个小象叫鋪出世。 这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象。 去到第十丁目, 就是这个大雪像来的, 就是让我们一起玩滑雪梯。 旁边有些人在玩雪梯, 就是小型的, 就是给小朋友玩的。 而第十一丁目, 就是这个叫国际廣场。 那我们那天去到, 它还有一些参展的国家团队, 都还在弄的。 那譬如有什么参展的呢? 譬如夏威夷, 印尼, 立陶苑, 蒙古, 波兰, 波特兰市, 即是在美国, 新加坡, 泰国, 很多不同。 但是我们去到那天, 它还没有弄好, 所以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弄。 这里就是《感恩十一丁目》。 今天跟大家讲《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 在这里, 佛堂正式开始讲。 他就说佛所误得的智慧, 这个成就是难解之法。 即是说是很难理解, 很难明白的意思, 即是说你都不明白。 他还有《为佛与佛, 乃能救尽》。 即是说什么呢? 即是说只有佛陀, 和有佛陀的境涯的人才会明白。 只有佛与佛的境涯的人才会明白。 究竟明白什么呢? 明白就是他继续说, 《为佛与佛, 乃能救尽, 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就是说这一切法, 一个真实的面貌, 一个原本的面貌。 即是我们常说宇宙的法, 宇宙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呢? 就是因果。 所以我们信佛的人, 我们不是迷信, 而是我们相信这个因果的法则。 所谓诸法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作,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 这就说, 这个境界, 这个因果的法则, 就是以一个原本的相貌, 原本的性质, 原本的形态, 原本的力, 即潜在的能力, 原本的作为, 以及原本内在本有的因, 以及原本的外缘, 就会得到原本的结果, 以及原本的报应。 而从最初的相貌, 至到最后的报应, 都是一贯相等的。 那么, 就说回这些, 冰雕, 雪祭, 这些这样的雪, 其实如是相, 你看到它不同形状组出来, 其实它的本质都是雪, 所以它可以继续不同的形貌, 如是, 譬如有些动漫的公仔, 你就看到它是卡通的性格, 你一看那个公仔, 你已经知道是什么, 譬如有些是龚崎晋动画, 如是看, 就是体积, 有些很大型, 成高, 成座长, 你稍后就会看到, 有些是小型, 如是, 就是它本身的潜力, 就是好像我现场看到, 一些工作人员, 在那里砌那些砖, 就是砌那些雪, 原来不容易的, 你弄少少, 你都很难的, 我还看到有人在那里, 立刻弄一个冰环, 原来又要用烧焊, 又要用一些仪器, 那些金属, 我都不懂得说, 所以, 做出来, 你就会看到, 它做出来, 有不同的样貌, 而如是因, 其实你能够看到, 又很讲天气, 因为, 如果太阳, 整天融了雪, 你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 通常人家说, 去看这些雪制, 最好就是头两三天, 因为之后, 它慢慢就开始融, 你有些会看到, 鼻子开始崩了, 没有痕点, 所以, 这个就是那个外缘, 就是那个外缘, 如是缘, 如是果就是, 你看到这个雪制, 你每个人, 可能有不同的感想, 或者牵起不同的回忆, 尤其是, 想起你以前小时候, 看过那些卡通, 或者带回你很多欢乐的回忆, 都不一定的, 那这个布呢, 这个布呢,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布影, 那其实, 整个运动, 整个雪制, 其实呢, 它就是, 带旺了当地的旅游业, 还有呢, 它那个酒店, 周边真是很多人, 还有,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我的导游说, 一晚都要两万多日圆, 就是呢, 只是住两晚酒店, 都已经五万多日圆, 所以, 其实呢, 这个都是很好, 所以呢, 也都是, 拍到片给大家看, 还有也都是, 弘扬回佛法, 这个雪, 其实最后, 你想一下它是什么来的, 其实它是水来的嘛, 水, 可以是, 可以结成冰, 那么硬, 它可以水, 可以流动, 可以成为不同的形态, 但是水呢, 亦都可以成为蒸气, 你煲滚它, 那就消失于模型, 那你好像看, 变了水蒸气, 消失于模型, 其实它就会, 回归回到空气的水分, 水分呢, 又会结成云, 云, 然后又会下雨, 雨之后呢, 流回到河啊, 海啊, 那你又供给我们去饮用, 那这个水的循环, 就好像我们生命的循环, 我们今世好像完了, 但是其实你的意识, 就是你的神识, 其实没有完结的嘛, 只不过你又去下一世投胎, 做了别的不同的人啊, 或者是其他六道啊, 那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 每一天都做好事, 做好人, 就是声闻大师都经常说的, 就是说好话嘛, 传好心, 做好事嘛, 三好嘛, 他经常都说,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钟, 一个善音咯, 那所以呢, 就我们呢, 就要念南无妙法年华经, 南无妙法年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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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它会漂亮一点, 但因为我们去到那时, 都已经晚上八点几, 那所以呢, 它可能有一些不同颜色的灯, 我们那时就看不到, 就只有黄光的灯, 那跟着翌日, 那天呢, 我们又日后呢, 再去看多次, 那都很感恩我们这次的导游, 他一早呢, 就带了我, 说给我们听, 怎样走去啦, 那变成我们那晚, 晚上, 你回了酒店, 自己走出去再看都行, 而第二天呢, 就自己又再看多次, 那其实, 如果你慢慢地看, 你都要走两个多钟的, 那所以我晚上第一次看的时候呢, 我就只看了近住那个塔那里, 那里拍的而已, 那跟着翌日呢, 就真的由头看到尾了, 那都要走两个多钟慢慢走, 那同时, 我试一下他们那些特色小食, 就是他们有一些烧粟米呀, 饭团呀, 麵呀, 之类的零食, 那都值得吃下的, 那如果有机会, 下一年, 或者将来大家去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过马路, 因为它呢, 全部那些马路都结冰了, 所以呢, 就非常滑的, 我自己走过去呢, 我和那道友呢, 都闪闪, 不过但是, 因为我们一只脚平衡到, 因为你遇见线, 就不会那么, 就是特别小心咯, 那就是慢慢, 就是碎步那样走, 但是, 因为如果一跌倒呢, 就很容易断骨的, 所以就会, 因为他们当地人都很多人跌倒, 无论旅客, 旅客呢, 他好像做过统计, 四个就有一个人跌倒, 那呢, 整天都听到一些B部车的, 那所以就一定要小心, 注意安全啦, 那呢, 就多谢各位, 祝福大家, 能够一家和乐, 开开心心, 老有人加演歌, 老走的 bureau演歌, 老他肉加演歌, 以上